我被暗恋两年的女生霸凌了,她日常打骂我,我不还口,她纵容男友欺凌我,我不还手,所有人都以为我爱惨了她,包括林书因自己,可是后来,当我和她妹妹在一起时,她却疯了般质问我道,你告诉我,这是假,的对不对? 而我转身拉起她妹妹的手,笑得凉薄,你怎么配跟她比?我是林家寄人篱下的资助生,高二那年,我父母在一场车祸中丧命,家里还没还清贷款的房子,被银行回收,我无价可归,这时,一个姓林的男人找上门来,说我父亲曾经救过他女儿一命。 为了报答我们家,她会把我带到林家,并支付我在高中的生活费,我同意了,本想安稳地度过我的高中生活,然而林家大小姐林书因不知什么时候盯上了我,每天和她的小跟班,以欺负我取乐,我知道自己得罪不起他们,于是我只能忍,再忍半年,忍到高考结束就可以了。 今天是林书因妹妹归国之日,林家特地在主家别墅里举办了一场聚会,来的大多是学院里的同龄人,我在学院没有朋友,也实在容不进这些少爷小姐的圈子,于是便准备拿本单词书。 找个角落背诵,谁知,我刚走到室外,就被一伙人盯上了,为首的那个我认识,是我们学院的校草,林书因的绯闻对象,兼白月光。 陪请此,她似乎极为讨厌我,甚至到了在路上看见我,就要嘲讽我一波的程度,我低下头,不想与他们起正面冲突。 谁知,陪请此却让附近几个男生将我包围起来,让我无法离开,她双手插兜,朝我冷笑道。 陈姐,听说你今天又去勾引我女朋友林书因和她搭话了,我抬头直视她,不卑不亢道,我从没做过这种事,陪请此却不由分说地给了我一拳。 她朝旁边的男生甩了一个眼色,那个男生立刻拽住我的衣领,将我拖到泳池边,她阴侧侧一笑,贫困声,你见不见啊,阴姐已经是我们辞哥的女朋友了,你还要不知廉耻地去找她搭话,我挣扎着,想要让她把手松开,她却一把将我推下泳池,一正辞言道, 慈哥心善,让你去泳池里反思五分钟,再回来,快滚下去吧你。 我没学过游泳,只能在水里狼狈地扑腾着,动着动着,我感觉自己快要喘不过气来,眼皮也越来越沉重,裴请此终于让人把我扯了上来。 我站在原地,浑身湿漉漉的滴水,周围是各种各样异样的目光,裴清词笑了,用池水喝够了吗?不够的话,我还能再让你体验一次。 她说着说着,就要朝我动手,这时,一道冷若冰霜的女生从旁边传来,够了,一个戴着金丝矿眼镜的高条女生走了过来,我认得她,她就是林书音的妹妹林昼雪,林昼雪面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随后脸色阴沉地望着裴清词,你们在干什么?裴清词明显有些尴尬,她打着哈哈道, 我们就是跟这个废物,跟她玩玩而已,林小姐,你不用放在心上,哦,林昼雪一脚把裴清词踹到泳池里,笑得斯文,我也是跟你玩玩。 她的小跟班们都惊呆了,林昼雪转身就走,走了几步后,她回头看我,发现我还站在原地,诞生道,还不走,我愣了一秒,急忙跟在林昼雪身后, 看着她的背影,我心情复杂,传闻林家二小姐性格阴晴不定,甚至脾气比她的姐姐还要差,初中和人发生争执时,还差点失手,把这人捅死。 因此,一般的豪门子弟都不敢轻易惹她,我也有点怕她,林昼雪把我带到换衣间里,递给我一条干毛巾,眼瞼一该,擦擦,我急忙拿了过来,中间不小心和她细腻雪白的指尖相处。 浑身一颤,差点把毛巾扔掉,林昼雪就这么盯着我,也不说话,被一个女生盯着擦衣服,我感觉哪儿哪儿都别扭,拿着毛巾,随便朝自己身上抹了几下, 就准备把毛巾扔掉,林昼雪却突然出声,等等,我啊了一声,发现她突然凑了过来,那张精致冷艳的脸庞突然离我好近,近到我能看到她脸上鲜长的眼睫毛和柔软的嘴唇,于是我下意识偏过头去,用手挡了一下。 然而,林昼雪只是动作轻柔地帮我把头上不知何时落下的树叶拿掉,看到我的反应。 她神情莫测,称简,你以为我要打你,我盯着她手中翠绿的树叶,有些尴尬地抿了抿唇,林昼雪捋了驴耳边的碎发,看起来有些烦躁,裴清磁,他们经常欺负你,是吗? 我恩了一声,不知道她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林昼雪抿了抿唇,又从架子上拿了条干净的毛巾,点起脚搭在我湿透的头发上,声音听不出什么情绪。 程姐,以后再发生这种事情,就来找我,我下意识顺从地点点头,然后突然反应过来她刚才的话语,林昼雪见我呆呆的没什么反应。 又补充了一句,我就住在你隔壁的隔壁,她明明不凶,甚至可以算得上温柔,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鼻子一酸,发丝上的水珠也滴落到衣领上,我连忙用手胡乱抹了抹。 才发觉我脸颊上也有,一片湿润,不知道是不是被人欺负惯了,突然来了个人关心我,我整个人情绪一下子崩溃了。 看到我的眼泪,林昼雪原本有些无所谓的神情,瞬间凝固了,她抽出一张纸巾,小心翼翼地沾了沾我脸上的泪珠,她叹了口气道,刚才被人欺负都没哭,现在搁我这儿哭了。 怎么,碰瓷啊,我勉强扯出一个笑容道,林昼雪,谢谢你,不客气,我见不得别人被欺负,林昼雪拍了拍我的肩膀,也笑了起来,我送你回房间,早点休息吧。 和刚才冷脸的样子不一样,她笑起来,眼睛弯弯的,有一种冰雪融化的感觉,真好看啊。 我盯着她看了半天,突然觉得这样很不礼貌,连忙低下头去,不过,这些天的坏情绪顿时一扫而空,我露出了一个真心实意的笑容,再次重复道,好的,谢谢你,今天是周末,不用上学, 我难得睡了个懒觉,吃完早饭后,我从房间里爆出一罐漂亮的纸星星,捏手捏脚地来到林昼雪房门口,思来想去,我真的很感谢她昨天为我解围,但是嘴上的谢谢太苍白,于是,我想把这罐我折了三个月的纸星星送给她。 我想抬手敲门,又怕林昼雪还没睡醒,自己打扰了她,于是在门口愁愁了半天,这时,一道漫不经心的声音,从我背后响起,成俭,大早上的做贼啊。 听到这熟悉的令我恐惧的声音,我的脸色立刻苍白了起来,林淑音双手还胸,已在楼梯上懒懒地看着我,衣服还是昨天那套红裙,看起来刚从外面回来。 她分明是笑着的,笑意却没有达到眼底,我不敢看她,随便应付一声,就想抱着我的罐子回到房间,林淑音却跟了上来,一把将我的罐子夺了过去,她端详伴上。 饶友兴趣地看着我,哟,这么多纸星星,是要送给谁啊?如果我没看错,你刚才站在林昼雪门口吧?可惜啊,她一大早就出去了,林淑音打开罐子,拿出几个纸星星,捏在手里把玩着,我变了脸色,还给我。 文言,林淑音的笑意一下子凝固在脸上,她的表情一下子充满力气,承接,昨天的仗我还没有找你算呢,听说林昼雪为你出头,将裴青瓷踹到了水池里,你挺有本事啊,我下意识辩解到,是裴青瓷先针对我的。 林淑音缓缓逼近我,将罐子里的纸星星全部倒在我头上,声音冷漠,裴青瓷欺负你,肯定是因为你先做错了事,再说,你怎么敢跟她相提并论? 五颜六色的纸星星从我头上散落下来,又缓缓掉在地上,被林淑音手工定制的玛丽针鞋毫不留情地碾压,就像我的自尊一样,林淑音随意地将罐子甩在地上,还留下了一句阴阳怪气的话语,不会吧,你不会真以为林昼雪一个私生女能护住你吧? 诚姐,你真天真啊! 她痴笑着,回到房间,重重地关上了房门,我默默地从地上捡起罐子,又弯腰把纸星星一个一个重新装到罐子里,看着那些已经变形的纸星星,我有些失落地看向林昼雪的房门。 这些漂亮的纸星星已经脏了,配不上它,没关系,我重新叠就可以,烈日炎炎,我正坐在树底下看书,围书呆子。 随着一声漫不经心的轻笑,一只口红从远处向我砸了过来,精准地落在我的手腕上,我抿了抿唇,看向来人,林淑音嘴角挂着一抹温柔的微笑,居高临下地看着我道, 成姐,体育课还看书学习,你装不装啊,我不是很想理她,然而刚重新低头看书,林淑音身后的小跟班之一就大步走了过来,一把夺过了我的笔记递给了林淑音,小跟班讨好的看着林淑音。 语气谄媚,殷姐,这男的居然敢无视你,真是胆大包天,要不要姐妹几个给她一点教训,林淑音轻描淡写地点了点头,文言,我猛地站起来,想伸手夺回这本属于我的笔记,小跟班却对我扬起一抹充满恶意的笑容,将笔记扔给了旁边的其他人,几个女生像抛皮球般把我的笔记抛来抛去。 我怎么拿也拿不到,林淑音就站在一旁,冷眼看着我狼狈的样子,似乎是看够细了,她出声阻止了那些小跟班,然后慢条思理地向我展示了一下那本笔记,我的心顿时凉了。 果然,林淑音当着我的面,从我封面的名字开始,一张张把我记过的笔记撕碎,她英纯微章,吐出几个在我听来残忍万分的字眼。 诚姐,英语这么简单,你居然还要记笔记,由于我有厌纯症,所以特地来帮你一把,不用感谢我。 林淑音家里有钱,经常请一对一的家教补习,还经常出国旅游。 而我是两年前才转来这个贵族学校的,英语基础相比别人弱了一大截,只能更加刻苦努力地学习,临近期末考试。 这本我连续记了一个月的笔记,就这样在林淑音的手里被撕得粉碎。 我低着头,脸色在树营里灰暗不明,今天是裴青慈的十八岁生日,林淑音为了让他开心,一个月前就派人布置聚会的场地,让其变成裴青慈喜欢的样子。 裴青慈邀请了所有同年级的学生来参加他的生日聚会,由其指名道姓让我参加,我只能硬着头皮到场,裴青慈一看到我, 就搂住林淑音的腰,低声问道,音音,你觉得是我帅,还是那个贫困生帅啊? 闻言,林淑音轻密地靠在裴青慈怀里,轻蔑地看了我一眼道,阿慈,他怎么配跟你比? 我顿时握紧了拳头,到了送礼物的环节,由于所有同学都把礼物放在了礼物区,因此裴青慈要按照顺序一个个拆开, 我准备的礼物是一对袖扣,这是我花了几个月的生活费买的。 虽然和其他同学送的各种高奢比起来不算什么,但送出来也勉强过得去,结果,裴青慈拆完了全部礼物后,又提到了我的名字。 贫困生,你难道没有送我礼物吗?我明明亲手把礼物放在低牌的,结果我过去翻了一遍,发现并没有我精心包装过的那对袖扣,裴青慈一脸不高兴。 今天本少爷的生日,你居然敢不送我礼物,我立刻解释,我很早就放了,不信你可以查会场的监控,裴青慈还没说话,林书因先一脸厌恶地看着我,你的意思是阿慈他冤枉你。 我本来还想解释,但看着其他人鄙夷的样子,突然感觉很无力,反正林书因和裴青慈本来就是找茬,我说了他们也不会相信我的,礼物找到了。 这时,身后的人突然递出来一个印着我名字的礼物袋,里面是一个破旧的玩具车,看到这个玩具车,我瞳孔放大,这是陪伴我十年的玩具车, 怎么会在礼物袋里,而裴青慈看起来很生气,他朝我挥了挥拳头道,贫困生,你送本少爷这么破的,礼物是瞧不起裴家吗?我还未开口,林书因就先温柔笑道,阿慈,今天是你的生日,不要动气,这件事让我来处理吧。 随后,他当着我的面,直接一脚踩碎了玩具车,语气冰冷,成姐,听说今天也是你的十八岁生日,阿慈欣善就不为难你了。 他话锋一转,指着玩具车恶劣道,这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你可要收好了。 看到这一幕,我呼吸急促,感觉心脏随着玩具车,一起被割成了碎片,对啊,今天也是我的生日啊,可是你们为什么要这么捉弄我呢? 我整个人都浑浑噩噩噩的,连自己什么时候跑到大街上都不知道,等到清醒的时候。 我发现自己已经坐在了公园的长椅上,委屈,愤怒,无力,种种情绪在我心间起伏不定,我甚至有了轻生的想法,就在我的目光投向一旁的河流时。 面前突然多出了一只白皙鲜柔的手,我抬手望向这只手的主人,灵骤雪穿着运动服,把我从长椅上拉了起来,难得温柔,成姐,我带你回家,我一脸迷茫道,我的玩具车,没了,灵骤雪没听清楚,她弯腰凑近我,什么,能再说一遍吗? 我只想把心里的郁闷全都发泄出来,因此把事情经过全部告诉了她,还把手机里,我小时候合玩具车的合照给她看,灵骤雪沉默半赏,告诉我,知道了,先回家睡觉吧,听到这句话,我才惊觉自己刚才是多么幼稚。 像是个放学后跟家长告状,说别人欺负我的小朋友,而且,就算我跟她说了,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知道,灵骤雪在灵骤的日子也不好过,我觉得有点丢脸,于是默默地跟在她身后,然而出乎我的意料。 第二天早上,我一醒来,便看见床头柜上多出来一辆一模一样的玩具车,旁边还附着一张便条,迟来的生日礼物,我整个人都蒙了一瞬,然后立刻爱不释手地拿起玩具车,那种惊喜劲过了后,我才开始细想,这是谁送我的玩具车,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一张清冷的脸庞。 灵骤雪,我立刻打开房门,想拿着玩具车去找她,结果灵骤雪的房间里空无一人,又出去了,正当我有些失望的时候,楼下两个用人闲聊的声音断断续续传了出来,二小姐昨天那么才晚回来,怎么今天那么早就出去了,可能是不想见到大小姐吧,昨晚他们打电话的时候吵架了。 我第一次见到二小姐这么生气的样子,听到灵骤雪的名字,我又止住脚步,打起精神,在楼梯口悄悄听他们聊天,我知道偷听别人说话是不对的,可是我忍不住。 今早听司机说,二小姐大晚上的让她开车去各大商场,还特地一家店一家店地找,我还以为要买什么贵重物品呢,结果就带回来一辆普通的玩具车,二小姐自从出国以后性子大变,也是可怜啊。 得知灵骤雪在凌晨跑了半个城市,就为了帮我买一辆一模一样的玩具车后,我心情十分复杂,我突然记起来了,今天是那位的生日,二小姐大早上的事去祭拜了吧。 哪位,二夫人啊?原来,今天是灵骤雪妈妈的忌日,那她心情一定很低落吧。 我回到房间里,满脑子都是灵骤雪猝眉忧伤的模样,虽然我没看过她难过的样子,但是一想到有这种可能性,我也跟着十分揪心,书桌上的玻璃罐里有着崭新的。 叠了一半的纸星星,我决定今天就把它叠满,提前把这个礼物送给灵骤雪,从上午一直叠到下午,我揉了操发酸的手腕,感觉十分开心,本来想拍个照给灵骤雪,我却突然记起来,我没有她微信,于是我写了张纸条,正面是我对她的留言,希望你能够天天开心,而反面则是一串英文字母。 这是我的微信号,我不好意思主动问她,想借这样的方式加她微信,把玻璃罐和纸条小心地放到灵骤雪桌上后,我回到了房间,没过多久,我听到了别墅外的汽车声。 难道是灵骤雪回来了?而两分钟后,我的微信上弹出了一个好友深情,备注,灵骤雪,我紧张地按了同意,对面立刻发过来一张玻璃罐的照片, 还发了个问号,我思考了一下,回她,谢谢你送我的生日礼物,这是我亲手叠的纸猩猩,很早就想送给你了。 灵骤雪很快回复,好的,似乎是觉得这样太冷淡,她又接了一句,纸猩猩很漂亮哦,我回了一个羞涩的表情包, 虽然灵骤雪没有再回复我,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仍然无比雀跃,这天,我路过隔壁班教室时,突然发现一张颇为熟悉的面孔,灵骤雪坐在倒数第二排,她戴着金丝矿眼镜,正在记笔记,看起来很认真,我第一次在学校里见到她,忍不住盯了她一会儿, 灵骤雪注意到了我的目光,转过头来,看到我,她站起身,从教室后门走了出来,灵骤雪主动道, 成姐,找我有什么事吗,其实并没有什么事,但我迎着她的目光,下意识脱口而出,我能跟你一起回家吗? 灵骤雪愣了一下,然后笑着点点头,当然可以啊,她思考了一下道, 你们班的老师,好像都比较会脱堂 你收拾好书包,就来教室找我吧 我安静地点了点头,临近放学,班主任公布上次摩考的成绩,我的成绩一直都不是很好,被她在教室单独留了下来,一同留下来的还有林书因 当然,她是作为对照组,班主任先是夸了林书因一顿,又讽刺了我一番,她阴阳怪气道 成姐,听说你借助在林书因家里,有这么好的条件,要好好利用起来啊,都说笨鸟先飞,我看你不仅笨,还不勤奋,难怪不仅比不过林书因,连普通学生都比不过 班主任训斥了我半天,林书因终于开口了,她戏谑地看着我 成姐,你成绩这么差,说出去也丢我家的脸,本小姐就勉为欺难帮你 她话还没说完,教室的门就被敲了敲,林昼学走了进来 她很有礼貌地对老师说道,老师,能给我看看成俭摩考的成绩单吗? 班主任愣了一下,把成绩单递给了她,林昼学简单地扫了一眼,然后朝班主任笑了一下,她成绩不算好 但也没有差到要被老师单独留下来的程度,老师您真是太敬业了 听出她的弦外之音,班主任脸色不是很好,林昼学又扭头 直视林书音轻飘飘地抛下一句,成姐我会亲自扶导的,不会让她丢我们林家的脸的 姐你还是把时间分点你的小男友吧,听说你俩最近在闹分手啊 她拉着我离开了,我回头看了一眼,林书音脸色很是难看,难得看到她赤扁,我心情有些愉快 下楼梯的时候,不禁笑出了声,林昼学看了我一眼,唇角微勾,温柔地吐出两个字道 片刻,她短短两个字,一下子让我晋升,我想了想自己的数学成绩,支支吾吾道 好像,确实,有点,哦,林昼学眨了眨眼睛 拖长调子问我,真的只是有点吗?我哪敢说话,林昼学看我心虚的样子 忍俊不禁道,你寒假有空吗?我们一起学习吧 嗯,林昼学真的很温柔 明明是帮我补习,她却说的是,我们一起学习吧 于是我朝林昼学露出一个灿烂无比的微笑 好,这下却换成林昼学呆住了 她亚然道,成姐,你居然也会笑 我蒙了一瞬,这是什么话,林昼学点起脚尖,捏了捏我的脸颊,无比自然地说 成姐,你笑起来这么好看,以后要多笑笑啊,不要老是苦着一张脸 虽然林昼学很快就松开了手,脸颊处被她捏过的地方却还是一片滚烫 我不知为何有些脸红,但还是强装镇定道,嗯,我知道了 期末考试一结束,我便迎来了寒假,林昼学很守信 假期里每天都帮我辅导,几乎和我寸步不离 这天,她下午有事出去了,留下几张试卷让我慢慢写 我都快把卷子写完了,林昼学才回来 她随意翻阅了一下试卷,问我 成姐,你洗过澡了吗?我摇了摇头,林昼学让我先去洗澡 她简单判断一下我的做题正确率 然而,等我再次出来的时候,林昼学居然趴在书桌上睡着了 我凑近了一些,看到她眼下淡淡的乌青 林昼学这几天好像很忙,整个人总是一副有点疲倦的样子 我知道,她明明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却依旧会抽出时间帮我补习 灯光洒在林昼学田径的侧脸上 让她整个人看起来愈发温柔 我鬼使神拆地伸出手,将她散落的头发捋到耳朵后面 林昼学忽然睁开了眼睛 我们四目相对,距离一下子变得很近 我一瞬间愣住了,都忘了要松开手 林昼学也安静了几秒 我们两个人就这样看着对方,谁也没说话 片刻后,我松开有些僵硬的手腕 而林昼学也若无其事地抬起手 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她重新戴上金丝矿眼镜,翻开试卷 还是像往常那样给我讲题 但我却发现,她的耳垂悄悄变红了 我的也是 这天晚上,我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一道陌生的男生响起 请问是陈检先生吗?您的朋友林昼学喝醉了,能不能过来接他一下 林昼学今天确实一大早就出去了 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而我下午发给她的微信消息 她到现在都没有回复,没有多想 我匆匆来到酒吧,推开指定的包厢门后 我才发现里面根本没有林昼学 只有林舒英和她的狐朋狗友 我转身就想走,却被她眼尖的狐朋狗友推了进去 因为这一个月,我都和林昼学待在别墅里 林舒英别说来欺负我了 她都不怎么回来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 问他们,林昼学呢? 不是说她喝醉了吗? 坐我旁边的男人嬉皮笑脸 殷姐说了,直接抱她的名字 你是不会来这里的 抱她妹妹的名字才有用 她推了我一把 我猝不及防,直接倒在了林舒英身上 林舒英好像喝醉了 她窝在我怀里 柔软的胳膊紧紧地搂住我的腰 脸颊在我肩膀旁边乱蹭 说出来的话也像撒娇一样 成俭哥哥 我好难受啊 周围的人看到这一幕都开始起哄 而我只感觉反胃 头脑一热 我一把将她推到了地上 包厢内所有的调笑声都一下子戛然而止 林舒英抬眼 似是一下子清醒地过来 她脸色阴沉 声音尖锐道 成俭 你居然敢推我 她恼怒之下 一下扑向我 然后重重地甩了我一巴掌 我不躲不避 脸上一下子出现了巴掌印 林舒英一把拽住我的领带 笑得很是甜美 你不会以为你爹以前救过我 就会成为你的免死金牌了吧 我告诉你 你能不能待在林家 能不能待在学院 就是我一句话的事情 她话还没说完 包厢门又被推开了 林昼雪冲了进来 直接了当地给了她一巴掌 林舒英被打懵了 周围人想过来制止 却被林昼雪带来的保镖给拦住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 不要动她 林昼雪把我从地上扶了起来 冷冷地看着她 你既然敢动她 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我站在林昼雪身后 只觉得她单薄坚定的背影 与泳池那天重叠 她又一次从天而降救了我了 林舒英终于反应过来 她捂着脸颊 歇斯底里大吼道 林昼雪 你不会真以为你一个私生女在林家有地位吧 看来是我之前对你的几分客气 让你认不清自己有几斤几两了 林昼雪笑了 她重复了一遍 私生女 我从没有见过她那么具有攻击性的样子 林昼雪一把抽出报告单 甩在林舒英头上 瞪大你的狗眼看清楚 你连老头子的种都不是 还妄想跟我争林家的家产 老头子被你那小三妈迷昏了头 董事会的眼睛可是雪亮的 林家的财产 自然只能由我这个林家女儿来继承 林舒英一下子脸色惨白 林昼雪对保镖比了个手势 然后主动牵住我的手 离开了包厢 只留下其他人敬畏的目光和林舒英崩溃的尖叫声 她的手柔软但微凉 我忍不住攥紧了她的手 还疼吗 林昼雪拿着棉签给我脸颊上药 动作轻柔 我呲牙咧嘴 不疼了 林昼雪弯了弯嘴角 我问她你怎么发现我去了酒吧 我认出里面有你就顺着地址赶过来了 哦 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我回来的时候发现你人不在 手机也没带 刚好林舒英的朋友发了条朋友圈 林昼雪歪了歪头 看着我 程姐对于今天的事情 我很抱歉 要不是他们假借我的名义 你也不会过去 我连忙摆手 没事没事 是我担心过头了 忘了你根本不会喝酒 再说了 我一个男的皮操肉厚 只不过是被扇了一巴掌而已 没关系的 话说出口 我们俩都愣住了 林昼雪喃喃自语道 担心我妈 她突然揉了揉太阳穴 释然一笑 我知道你的故事 程姐想不想听我的故事 原来 林妇和林母是青梅竹马 并且从小定下婚约 结果林妇在即将成婚前遇到了自己的白月光 也就是林舒英的妈妈 林妇瞒着林母 私下偷偷包养白月光 甚至白月光比林母还早怀孕几个月 在林昼雪五岁那年 林母发现了这件事情 她坚持要离婚 把林昼雪带到了国外生活 而林妇如愿娶了白月光 还把林舒英接到林家生活 对外宣称她是林家大小姐 林母去年在国外病逝 死前她告诉林昼雪离婚真相 让她不要再去接触林家 林昼雪却不甘心 觉得自己一定要为母亲争口气 把林家的财产全部夺回来 而这半年 林昼雪经过多方调查 终于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林舒英甚至不是林父的孩子 但她深爱白月光 将林舒英视如己出 并且把这件事瞒得很好 林昼雪拿到证据后 直接捅到了林家主家那边 林父乱来 但是林家主家很注重血脉 因此直接指定了林昼雪为唯一继承人 听完整件事后 我终于理解了林昼雪 为什么总是看起来这么疲倦 她身上背负的压力一定很大 林昼雪自嘲一笑 你所看见的外表光鲜亮丽的豪门世家 其实背地里全都是烟杂事 我第一次否定了她 不完全是林昼雪呆呆地看着我 嗯 就比如你 我勾了勾唇角 你和其他人都不一样 你温柔坚强 敢爱敢 哼 我能想象到的世间最美好的词语 都可以用在你身上 文言 林昼雪眨巴了一下眼睛 她尾音上条 看起来非常可爱 你 你这是在夸我吗 我小声道 这不是夸赞 我认为我只是说出诶事实 林昼雪脸红了 程简 你也和我认识的所有人都不一样 她轻声回应我 你是最好的 没有之一 时间过得很快 我每天沉浸于学习之中 浑然不觉已经快要高考了 高考前的最后一次摩考 学校带高三的同学去庙里祈福 虽然贵族学院的同学 大多已经安排好了去路 高考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但大多数同学都还是决定来凑个热闹 车上 我听见旁边的同学在闲聊 哎 你有没有觉得 好久没有看见林淑音那些人了 哇 你居然不知道原因 我以为这件事闹得挺大的 我立刻竖起耳朵 仔细想想 确实好几个月没在班级里看到过林淑音了 林淑音不知道为什么开学时火气很大 天天带着她的小跟班找茬 然后不是被校方警告了吗 听说她觉得这件事很丢脸 大半夜带着她男朋友裴青次出去赛车 结果完嗨后翻车了 两个人双双骨折 在医院里躺了好几个月 虽然他们也不需要高考 但这件事就是很好笑啊 哈哈哈哈 实话说我早就看不惯这群人了 听完全诚的我 这很难评 我把书本盖在脸上 尽量不让自己笑得太大声 林昼雪注意到我的动静 她摘下耳机 问我 你晕车了吗 我摆摆手 问她 林昼雪 你高考后还会出国吗 林昼雪看起来有些犹豫 我还没确定 哦 我看着窗外美好的风景 有些期待 如果你不打算出国的话 明年春天能跟我一起放风筝吗 林昼雪敏唇一笑 当然可以 我举起手指 拉钩上吊 一百年不许变 她跟着我的动作 承诺道 好爷 一百年不许变 高三毕业的那个暑假 林昼雪迎来了她的十九岁生日 林家主家特地给她举办了隆重的生日宴 我知道 今天林家要当众宣布林昼雪的继承人身份 因此我拒绝了林昼雪的邀请 她今天肯定会很忙 我不想她 因为我分神 林昼雪多次邀请失败 最后只好改口 说晚上会来接我一起吃晚饭 而我偷偷做了一桌子菜 还亲手制作了一个生日蛋糕 想给她一个惊喜 结果到了晚上 林昼雪给我发了一条微信消息 老头子她有病吧 居然想给我订婚 配图是一张高档餐厅的照片 她周围有很多穿着高定礼服的人 旁边还有一个挺年轻的帅哥 估计是林昼雪的订婚对象 我满心的憧憬突然消失了 只剩下迷茫 林昼雪没再给我发消息 我坐在餐椅上 盯着满桌子的家常菜 开始发呆 我没有吃饭 此时竟然也察觉不到饥饿 不知道坐了多久 我看了眼时间 已经到了晚上十一点 我抿了抿唇 突然觉得自己很可笑 因为我也说不清楚 自己到底在期待什么 抑或在失望什么 于是我站起身 想要把这些没人动过的菜给收掉 结果我的手刚碰到餐盘 客厅的灯就忽然亮了起来 林昼雪清脆的声音响起 怎么不开灯 她的目光投向我 然后声音渐渐变大 程姐 你怎么不告诉我 你居然做了这么多菜 我在原地一动不动 想要解释 却又因为紧张 磕磕绊绊道 一不小心 我就做多了 林昼雪成了晚饭 在餐厅旁坐下 开始吃饭 我后知后觉地阻止她 别吃了 都冷掉了 林昼雪瞥了我一眼 笑得很狡猾 我就要吃 怎么了 她吃饭速度挺快的 吃完后又要吃蛋糕 我把蜡烛点燃 又把客厅的灯关了 让她许愿 林昼雪闭上眼睛 我看着她鸭语般的睫毛 原本平静的内心 突然随着蜡烛 一起被点燃了火花 接下来 林昼雪吃了我亲手制作的蛋糕 我一脸期待 好吃吗 她回了两个字 难吃 紧接着 她又吃了一块蛋糕 我有些生气 不知道哪里来的胆子 突然把奶油抹到了 林昼雪的脸上 她没有想到 我会这么做 也就站在原地没有躲避 我低头凑近她问道 难吃为什么还要吃 林昼雪没说话 她原本清冷的脸庞抹上奶油后 突然变得有些软萌 我又重复了一遍 还喊了她的全名 林昼雪 难吃为什么还要吃 林昼雪笑了一下 她舔了舔嘴角的奶油 又从蛋糕上刮下一块 抹到我的脸颊上 程简 你明知顾问呢 她突然上前一步 抱住了我的腰 然后努力点七角 在我耳畔揉声道 因为奶油很甜 我很喜欢 我突然近距离 跟林昼雪接触 整颗心怦怦直跳 于是我强装镇定 颤抖着问她 除了这个 你还有别的喜欢的吗 问出这个问题 我脸热的不行 但是林昼雪却放开了我 目光里有我看不懂的东西 她一脸冷静地说 目前还没有 我有些失落 如果林昼雪能喜欢 更多就好了 比如我 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后 我失眠了一夜 我看了一晚上亮闪闪的星星 终于确定了一个事实 我喜欢林昼雪 喜欢上了林家温柔可爱的二小姐 田之院那天 我问林昼雪 你准备在国内读书 还是准备出国啊 林昼雪说 她还是不太确定 她犹豫了一下 问我 如果我选择去国外留学 你会很失望吗 我摸了摸她的脑袋 哄道 当然不会 林昼雪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 虽然从情感角度来说 我更希望林昼雪能留在国内 最好和我上一个大学 但综合评判 林昼雪 她几乎是在国外长大的 再加上她以后要继承林家 所以事实上 去国外留学更适合她 我爱她 所以希望她变得更好 我希望她能张开羽翼 自在翱翔 而不是被路边的野草所牵绊 从而被迫停下脚步 开学前一个礼拜 沉寂已久的林淑音又出现了 我正在打游戏 林淑音却突然闯了进来 在我脸上猛地亲了一口道 成姐 我喜欢你 做我男朋友吧 她身后的那群狐朋狗 有手吃荧光棒 开始起哄 答应她 答应她一一 我惊呆了 林淑音又开始自言自语 成姐 我承认自己以前是做错了 对你态度很差 其实我只是不懂该如何爱一个人 想吸引你的注意力而已 这次我在医院躺了三个月 做了无数个失去了你后的噩梦 我才清楚地认识到了我的内心 成姐 你以前任由我欺负 从来不反抗 相信你心里也是有我的吧 我淡淡地看着她 像是透过她的脸旁 看到了那里丑恶的灵魂 你想多了 我永远不会爱上施暴者 我成姐还没有这么见 林淑音急了 她搂住我的胳膊 你是不是嫌弃我以前有过男朋友 其实我不喜欢裴青子 她太幼稚了 我已经解除跟她的婚约了 我只是想利用她来让你吃醋而已 我有些烦躁 松手 林淑音不依不饶 除非你已经有对象了 不然我是不会松手的 我向她举了举手上的情侣手表 看到了吗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林淑音瞪大眼睛 是谁 我没有说话 想转身上楼 林淑音跟在我身上 突然用很奇怪的语气 一字一顿道 你别告诉我 是林昼雪 我的脚步顿了一下 看到我的反应 林淑音更加刻薄道 哟 我就说林昼雪这个神经病 怎么从一开始就这么护着你 原来你们两个早就搞上来了 而且林昼雪没告诉你 她已经有订婚对象了吗 哈哈 她还要和她对象一起去国外留学呢 不想和她起更多争执 我匆匆离开 却猝不及防被林淑音从后面一把抱住 她语气哽咽 封了般质问我道 你说话啊 程姐 你告诉我 你不喜欢林昼雪 这是假的对不对 你明明喜欢我 你从一开始喜欢的就是我林淑音 文言 我一根根掰开她的手指 笑得无比凉薄 林淑音 你怎么配跟她比 她正在原地 却仍然不死心地大喊道 你们阶级差距这么大 是没有未来的 放弃把衣 我关上房门 盯着手上的情侣手表发呆 这是我用一个暑假的兼值钱买的 一只戴在我手上 另一只戴在林昼雪手上 林昼雪出国钱 我骗她 这是我专门给她挑的开学礼物 是专门的女款 其实这是情侣款 就让我卑劣这么一次吧 春天到了 今天风和日丽 我一时兴起 决定去公园放个风筝 这半年 我和林昼雪还保持着联系 我遇到了什么好吃的 好玩的都会发给她 而她每次都会回应我 可是昨天晚上 我发给她的消息 她到现在都还没有回应我 我拍了张风筝的照片 发给了林昼雪 还顺带把位置也发给了她 对面竟然回复了 虽然只有几个字 陈简 等我 我没看懂 回了个问号 正当我收起手机时 我突然听见了远处有人 在叫我的名字 我回头 看到那个让我魂牵梦营的女孩 正向我跑来 林昼雪穿着我们第一次 见面时的那条白裙 她戴着金丝矿眼镜 笑意盈盈 陈简 好久不见 我整个人都愣在原地 林昼雪 你不是在国外吗 她瘫了瘫手 哎呀 这不是飞机 刚落地 就赶过来找你了吗 林昼雪站到我身旁 非常自然地牵起我手上的风筝 你不是说 如果在国内上大学的话 要在春天陪你一起放风筝吗 我有些吃醋 可你不是已经和你的订婚对象 一起出国留学了吗 啊 我办理了修学 出国是为了处理我妈那边的事情 林昼雪挽住了我的胳膊 亲密道 还有 哪来的订婚对象 我又没有订婚 文言 我结结巴巴道 啊 原来是我误会了 听到她没有订婚对象 我内心不禁传来一阵窃喜 一阵风刮过 风筝终于飘了起来 我的心也像浸泡了蜜糖 整个人都飘在云端 于是我边走边说 林昼雪 我妈告诉我 她和我爸 就是因为放风筝认识的 后来我爸也是在这个过程中 向她表白的 所以我妈从小就和我说 如果你喜欢一个人 就在春天里 邀请她一起放风筝吧 我鼓足勇气 林昼雪 我喜欢你 听到我的话 林昼雪原本挺稳的步伐 亮呛了一下 整个人差点跌在草坪中 她浮了浮眼镜 有些无奈 成俭 怎么突然就告白了 就不能给我一些缓冲吗 我瞬间将前几天 新学来的土味情话 脱口而出 你说的对 我发现你并不适合谈恋爱 因为你适合和我结婚 林昼雪听得脸颊泛红 有些娇羞地看着我道 哪里学来的情话 我又顺口道 情话是偷的 可喜欢你是真的 林昼雪原本双手都牵着风筝 她松开一只手 慢慢地和我食指向扣 她停下脚步 漂亮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 成俭 我也喜欢你 特别特别喜欢你 说完这句话 她又小小声道 该死 早知道昨天去学几句情话了 虽然心里设想过 这个场景千万变 但当林昼雪真正回应我的时候 我感觉头脑发晕 浑身都洋溢着幸福的感觉 我没说话 只是看着她傻笑 林昼雪突然凑近 我听见她甜腻的声音 成见哥哥 我可以亲你一口吗 我爸曾经对我说过 如果告白成功了 需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接吻 我红着脸点点头 林昼雪放开风筝 双手捧着我的脸 点起脚尖 小心翼翼地贴上我的唇 而我微微弯身 搂住她的腰 给予她更热烈的回应 今天阳光明媚 将我们两颗炽热的心 映衬得更加明亮 一切都刚刚好 遇见你 很幸运